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财能不能求得到 能 肯定能求得到 佛家常说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你要懂得道理 它有因果 种瓜就得瓜 种豆就得豆 你做的是什么因 你就会得什么果报 佛同我们说 财富的因是暴施 喜欢暴施的人得大财富 省贪论的人得贫穷果报 我们看现在的社会 有很多特别是做生意的 共商界的商业巨子 它拥有亿万财富 亿万财富 什么原因来的 过去生中收大报仕 我们说他命里头有财 那些财不是天生的 天生应该每个人都一样 为什么每个人都不同 每个人做的因不一样 他布施得多 他命里头有财 他命里头有财 因为无论从事哪一行 他都发达 他经营一种事业 这样是缘 他命里头有恩 因加上缘 那一步就延前 就这样的一回事了 如果命里头没有财富的恩 他也去和人家一样 去经营一种事业 人家经营法财 他经营虚本 命里头没有财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